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麦勒万迪8号说 伊朗已经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限制 所生产浓缩油的风度已经超过3.67% 达到约4.5%的水平 而且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 卡麦勒万迪表示 风度达到4.5%的浓缩油 已足够满足向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需求 如果伊核协议签署方 无法保证伊朗在协议中的权益 那么将农缩油风度提高至20% 增加离心机数量 都是伊朗下一步减少履行伊核协议义务的选项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伊朗愿同有关各方一道 通过外交手段来挽救和维护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伊朗也希望这一协议能够得到履行 但他同时表示 伊朗方面已经对国际社会 维护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所做的努力不抱希望 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履行协议承诺 伊朗将考虑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伊朗 是 关注重心 国内心独立马上大部分 美国内心理事导致 日本 国内心理事导致1 国内心理事导致 韦达 国内心理事导致